他们这个下跌是来自于这个肥股的经验 那个所谓 你们懂大家的意思吗 肥股的意思 它要升息啊 一直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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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息啊 然后再来 最近我们知道说 马来西亚不是有GST 要来的嘛 所以之前的时候 我一直在我的背楼 一直过去 特别是我的学员 我一直跟他们讲 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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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是马来西亚KL 现在跌破啊 就是一百三七的话 就是在费马给人休息了 所以很困难 很不幸的是 也算是 也是算sink in啊 有破 那些有破 到一百三六到一百三七左右 他们反弹的 他反弹的 OK 然后来这里 我们可以看 这个就是KLCI的 KLCI基本上来到 这个是我们的support 刚才我们讲说 来到一百三七嘛 这个是这个地方 一百三七 如果跌破一百三七的话 我告诉你 他会给到五百年 所以如果你们注意一下 每次你们回去啊 最近啊 我们看报纸啊 看新闻啊 注意一下啊 KLCI的跌破一百三七 如果跌破一百三七 啊好多给大家注意一下 真的真的 不是开玩笑 这个跌破啊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趋势 他一往下走的话 告诉你 他会走很远的 OK 然后再来看 很明显的 这个是之前 before 那个一八三七的时候 他来到这里 这个是他第一个support 就是一八五一嘛 所以他现在跌到一八三七过后 他在跑为一八五多啊 现在是在一八五多 所以他在这个一八五多 基本上是在他的resistant 所以这个resistant 我可以告诉你啊 这个resistant 啊 如果没突破啊 不要太开心啊 他还在这一点 可能还会滚舟一点的 OK 小心 KFCI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基本上七月三十号的时候 它是limited upsize 要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上的 他是这样多文讲 七月的时候 讲了多文就发生什么事情 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红色的这一个 是我们 我们的国家的收入啊 Country Revenue啊 大家可以看到哦 从这个1997年到2011年 现在 OK 就这样子 跌着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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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 OK 这个有限的是什么 这是subsidi subsidi 正是政府所给处于 给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资助 OK 所以这个资助 基本上看到这边已经开始跌了 我们的国家收入也开始跌了 所以最近会看到说 哎呦 GSD 啦 东西有起价了啦 新加坡等哪里也要还钱 窩兜啊 马来西亚窩兜也要还钱 为什么 我又要 为什么要没钱 不知道啦 好 来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 Pacto Graphic Performance Pacto Benchmark KLCI 它说什么 它说到10月 现在是9月 那时候有来过的 我都跟大家讲 它说到10月它拉上到2.8% 意思是什么 基本上拉上2.8% 如果你证据算KLCI 那时候是15-16多 差不多是1,920元 如果它涨到最高 它可以涨到1,920元 包括作业 为什么 这是政府已经讲好的人 它说我要把它推到这一个理由 其实有很多东西政府已经跟我讲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因为股票有利的地方 好玩的那个差距 它可以讲 我要给你钱 它可以讲 我要给钱 因为你要看怎么给钱 你要看它怎样给你钱 你就要懂怎么做 对不对 就好像失控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 政府要派钱 他们有些听得来 不懂吗 有没有贷钱 我们知道 打开盐 今天信号已经快起了 有还一个人 等你不猜 我还来不及分享Facebook 刚刚拍照 刚刚还去那边讲 我还来不及分享Facebook 不过它讲什么 基本上KLCI跟MSCI 它的游戏在我多数是4.5% KLCI 它不价钱 MSCI 2.8% MSCI基本上是整个国际的index OK 我这边也不多 OK 来到这里 Expectation 我们的budget 2014年讲什么 政府基本上会 projectsubsidy to drop subsidy会跌 不要以为subsidy会跌 不要以为subsidy会跌 大家有注意到 最近很紧 买什么东西都一定贵 药物也请假 吃的东西也请假 油还OK 最近会北京的关系 可能会跌一点点 OK 这个是整个国际的趋势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找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在后面有一个多数 赚钱的东西来support 的话 其实很辛苦 OK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来看 2014年budget Donald Projectsubsidy dropped 70% 7.3个亿 from 46.7亿 在2013年 OK 然后他讲什么 subsidy for sugar 就糖 它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糖没有subsidy 所以你们今天去exco 去加益 去哪里买的好 对面哪里 已经没有subsidy 所以会觉得说价钱都比较贵 如果那些有贵看这个的人 他们已经在那个future index上面 long sugar commodity 在那边打算 再来看 所以 the reduction of overallsubsidy is equivalence to 2.2 times X times 然后几次 Galipagata 后来我们叫 OK the full year saving from the lowest round subsidy 他说他这样做 差不多是在subsidy 好那个you are wrong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we attribute the service tax 2015年 他看到吗 是一个 这个是现在来的 2015年会有一个GST 这边有谁有投资 帮地产 帮地产啊 2015年过后 房价会怎么 可是如果求是来 before2015年 三个月到九个月之后 房价可能会走坏一下 as estimated 为什么我们会预测 因为整个 你会股票的话 你就会房地产 股票 房地产 经济 金融 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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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到5年到10年之后 他会发什么事 因为你现在开始才学习 ok 所以有钱人他们就是懂这些东西 他们知道钱应该放在他 什么时候应该把钱放在他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来到这里 说董有时候 你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来 GST来的时候 operability 然后如果是休止来的时候 他三个月到九个月之后 整个市场 对了 所以现在是 也不算哪里 买还是不买 ok 如果是有买的人 就暂时不要发现 有买的时候 有买 property的人 现在是有可能会 pass property 会走软 ok 基本上GST来 或者 property的价钱 还是会长的 为什么 才要 production 我们的所谓的manipuracy 了解这个方式 不是要用砖块 要用洗面 要用沙 要用很多东西的嘛 这些东西 基本上我叫popularity 都是需要钱去买的 然后这些东西 会涨价 为什么会涨价呢 因为当你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政府已经implement了一个 6%的GST 所以当他还的钱 比较多的时候 他的价钱稍微 for as a greater venture 就是 如果我是工厂 我要提开这些东西给你的话 我一定会卖贵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还了6% 我会把这个所谓的价钱 transfer给 end users 就是这些最后会买的人 所以到最后会买那些房子的人 就是住那些房子的人 就是user 所以那个user 是还巨国钱 所以真正买房地产 赚巨国钱的人 不是那些所谓的商品 review trailer 就是我们这些 跑去买一件两件 真正的是那种买整栋 买整栋 买整栋 买二十件买三十件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 真的是赚很多 也便宜了 ok 回答到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 现在我应不应该经常去买房地产 我告诉你 不要 因为有泰国uncertainty的东西会来 第一 刚刚GST的条件说他会涨 可是如果股票跌 整个趋势跌的话 我怎么办 我经常的 今天你要经常买房地产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能够点 可以能够懂啊 你的 salary 可以还每个月的 installment 差不多三年 三年到五年之间 ok 如果不行的话 回啊 如果你是 expect 认为你要买了够组织去给人家 好不好 我不鼓励你这样做 可是2015年过后 我们再来看 2015年过后 可能你买一些 sub-care 的还不错 sub-care 还不买新 因为新的价比 sub-care 还要回 sub-care 之前买的可能两百千 他卖也是四百千 可是现在里面都卖一七八百千 你说哪一个表现 所以你买的不要以为说是旧的 sub-care 就不好啦 sub-care 有些没有住过 他们买了存值的 有吗 所以那种人你买了过后 我告诉你 再多不久 整个房产涨的时候你会赚钱 ok 所以讲到房地产 我就讲一点点 ok 大家一起分析 好 这个是泰国 泰国基本上我在我的 Facebook 也是有跟人家 share 这个是index 我告诉大家 这个大家讲说是可以short 已经可以买铁了 所以很多人能去买或赚钱 ok 然后呢 你们要注意 买bumpoil 基本上11月到 sorry 对 差不多11月到12月 每一年的跌尾 如果你玩index bumpoil的话 它每一年的跌尾 基本上会回它 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每一点都是这样 它跌尾的时候它会跑上去 5个两个跌尾 还是继续走下 基本上是这样 ok 然后美元 ok 美金 美金对马来西亚麻痹 ok 看一下 再跌 所以可以short down 可以 美金对麻痹 所以你会感觉到 基本上麻痹 其实一直在给人家变成 你看到美金一直在很strong 一直在很strong 很strong 它对马币马币去只要对一点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 马币对美金 好 基本上我们了解了整个趋势波 我们现在也是知道说 KLCI基本上 可能 它会涨到1900 1920点 可能没有的话 它突破 它break through 1837W 都会会中跌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趋势了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趋势波 我们基本上只赐了50% 你们明白 就是趋势只是让BK 50% 没有100% 那这样子 你才能够更加的有胜算 你就必须要了解 这个东西 刚才跟你们讲 就是sub-based的趋势吧 这个 就是一个recycle 什么叫recycle 一直会转回来 转回来 再转回来 每一点都会零毙的东西 所以是死的 ok 所以怎么背 很容易 几个数字而已 3 5 7 大家背起来 什么意思 基本上市场先生 每3年有一个小回弹 每5年到7年有一个小回弹 什么叫回弹 recession 每4年有一个大小recession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想问大家 从2009年到现在 2009年加3年是2012年 有没有recession 没有crash 对不对 crash 股票市场 crash 就是90 没有对不对 从3年吗 2009年加3年就是2012年 2009年加5年 2014年 今年 有没有crash 差一点点 对不对 差一点点 今天是第5年 今天是差一点 今天不突破的话 可能要等到后面 2017 所以为什么我会讲说是 1987年 1987年 我们所谓的Pacer City Black Friday 什么事情 一天之内掉了5.5% Program Trading 这个所谓的电脑的Program Trading 它一跌的时候 它是全部人跟着卖一批的 卖一跌卖一跌卖一跌 所以它就all the way crash下来 market psychology 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说市场会跌 我们都怕了 里面会跌掉 里面会跌掉 里面会看到市场跌 也不跌掉了 所以全部人跟着丢 所以一天之内掉很多 大家认出这个1987 接下来1987 总共多少年 10 10年过后 亚洲金融共大 中的最惨的 第一个是马来西亚 第二亿云 第三个例面 第四个是香港 香港 还有中国 怎么来的 我可以讲 泰国 1997年的时候 认为自己 可以独当一面 我不要我的 currency 来所谓的Ped 这个US 就是因为这样子 美国也认为 他会反过你 美国是葡萄大的 今天我们国家 你懂中国吗 中国现在什么 中国好事 你中国大吗 你个人都在看 你个人都在看 你认为 中国大不大现在 他什么东西都比我们厉害 做生意都比我们厉害 他不敢讲 他是这么晚的 你讲了就晚了 你讲了就晚了 因为 因为 是一个不大的 公平的一个所谓的趋势 没办法 因为他们是葡萄大的 我们就要过 2001年 从1997年到2001年 总共是4年的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September 11 Telleries 912时间 一天之内 掉了680年 680年 偶然 有人讲不是 我还是冷藏 有限的假设 我如果是冷藏 真的是可以 12多人 OK 为了要做那一点点 千万不要再做 2001年到2008年 基本上隔去7年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 发生什么事情 房地产 横地产 就是所谓的 风部 报 Quran моя 部台 international 再借钱,如以某会再买两千,两千,买四千,四千,八千,八千,四千 真的他这样子做,他已经成为法拉夫他收入了 真的是吗? 或也是因为雷曼休息之后 同样,20208的时候,倾家当场宣布还会给争 回去新加坡,开了一些所谓的Education Agency 所以很多东西基本上,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 是偶然的 大家可能认为是偶然,可能认为说不是偶然 我也没有办法讲 如果你要真的trace回的话,你去看1929年到现在 我没有办法一点一点跟你们讲 可是我可以把那个历史全部拿出来给你们讲 可是我不讲,都是有根据的 三五七十,三五七十,有谁去看 OK 在2019年,唯一一个黑人上去做总统吧 对不对?奥巴巴 我马上上去就讲什么? recession has not ended 还没完我们的recession 上去跟人家讲这种话 他还说是什么? with price continue to drop and our government still high the economy will be stabilized in some area of US but it has yet to be clear 他说你讲,我们的经济还没好 所以哦,当他讲这句话说 基本上你懂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我听到他讲这句话 他一上就够了,我马上去找了 找看哪里可以买金 因为金很贵嘛,对不对? 我们要买的是paper 可是我又不要trade 你懂trade,我们可以trade 可是我不要trade 我要买死的 就是那个paper equity的 好像股票这样 所以在最后我找到什么? 诶,有找到public bank public bank那时候就有卖这个go go equity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就进场 进了go 那时候我记得我进的时候1400 国家转到1900 全部卖过 orama 不是orama 为什么 第一 股票市场 阿娃娃跟你讲 不可以投资了 房地产 刚刚housing bubble 房地产泡泡泡 不小 对不对 房地产不可以买 股票不可以买 是什么可以买 没有了 金败了 全世界啊 真正最多钱在转的地方 就是房地产 股票 还有comality 现在还有一定多一个 tuncy trillion 几个tillion在跑每天 ok so 来到这里 涨到1900点 all the way 今天到哪里 到这一个位置 整个triple issue里面 当然 最近bublic bank又讲话了 我们在讲可能金会跌哦 诶,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哦 这是他的看法 他老人家有他老人家的看法 当然我的看法又有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的观点是怎么看 基本上我觉得说 只要他一 break through 这个三角形 triple issue triple issue 他就会all the way上去1500 ok 如果我们跌破这个12100的话 他会走到946 这是我的analysis ok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reference 去看 ok ok 好 triple price 我们来看 涨回上去 整个triple去 all the way 下来看的话 没有跌破 所以我analyze还ok ok 不是很差 ok 如果他跌破的话 基本上会跌到 1007000 1007000 当然 当然 到今天为止 是不同的交易 这个是我之前 遇了 遇了一遇之前 ok 好 讲到这里 我们知道趋势的重要性 三五七十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知道 triple这个市场的周期法 什么叫周期法 整个周期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像我们人要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冒冷汗啊 流鼻涕啊 对不对 要生病的时候可以知道的 这是这种syndrome 我们叫syndrome 这个syndrome 它能不能够让你知道些 我目标市场是什么 除了看图表之外 看新闻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我看 sector 什么叫sector 每一个不同的sector 就好像sector 叫做finance 就是所谓的 finance 就是什么 金融 还有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他们都是其中 独当一定的sector 这些sector 都会告诉你 我在什么时候要走 起来 什么时候要走过 怎么看 这是六月的时候 请大家处理一下 commerce management 在这边 这个不用看 service最高 finance高 这个也高 看 今天 在这里 今天 走啊 就在这边 今天 这个在这里 意思告诉我们 industry 也开始来的 OK finance开始走弱了 service还是 stay very strong 还是很强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看 市场的中期里面 蓝色这一块 我们叫做股票 黄色这一块叫做经纪 OK 这个蓝色这一块 当它一开始 boot market的时候 它先来的是 第四个是finance finance一定先来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北国都好 香港都好 台湾都好 马来西亚都好 或者是新加坡 它一来的时候 整个sector 都不finance先来 就好像MPSC啦 CNP啦 Tublic Bank 你会注意到之前 Burl Bank的股票都涨很高吗 No Ellywood的时候 过了 已经过了 过了 过了我们来看 第五个technology Basic Industry 第六个 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的 这个 开始来的 在哪里 在这里 当它最高的时候 什么 Energy 当你注意到 Energy compressive pattern 涨到很高的时候 基本上 我们已经走路 所谓的top 就是股票的top top number 会怎么样 会开始 就这么简单 大家了解 OK 好 来到这里我们来看 如果看不懂 看不懂那一个 没有关系点 还有另外一个 人就stage room 跟stage room stage room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stock 跟bond 股票跟这个bond bond是什么 bond是我们的欠 国家欠的钱 好像美国 它现在不是在印钞票吗 包括它印马来西亚就印钞票 所以你一直看到 然后新的钱 对不对 然后以前我们的那个钱 那个旗银 是重的 现在旗银好像token 为什么 因为 修货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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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了iPhone 你电话全部放在桌上 所以全部不用修货做的 连电脑都修货做的 所以修货很贵 现在整个市场 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现在钱会涨 因为你买很多supply 不过 所以你们了解 为什么你们懂 你们的钱和我们的取消 会变成多 有理由呢 那你我还看到 我就知道 我还在说好不笑 你看 幸福不够了 OK 我来看一下 OK Community会跌 在这个stage 2的时候 Community会跌 Stock跟Bond会涨 在它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 这一点 当你看到说 国债 还有股票跌 Community 竞亭和Gopple Bugpoint那些东西 涨价的时候 我们不要注意了 我们已经在去高峰 现在我们在哪里 来看一下 这是之前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 在交流会 交流会 我们分享的时候 全部都是一条 不是来在上面 Bond会发生什么事情 Bond开始做跌 Stock开始上 Community开始涨 这是北京起色 今天看一下 Bond已经掉到这边了 股票还是涨 Community开始在上面 美金开始推上去 看到吗 这东西发生 Before 它发生 Pondamental出来 早一点点 不是很多 一个月 够了 一个月很好玩 OK 来到这里 Bond跌 Stock跟Community涨 我们现在在哪里 Business Cycle 什么叫Business Cycle 有注意到现在你的老板 那谁做老板呢 销售还不错啊 还有得做 还有得做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Business Cycle 有生意做 可是当你涨到Bond 股票开始 我告诉你 准备要绑 绑紧 锁紧要带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有得吃啊 我不敢说 做工的 可能要做OT 没有问题 或者可能那些薪水比较高的 可能要准备一下 可能会被裁 这种情况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马力 在那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还没有跌到1837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基本上 Stock plastic一开始 对吗 所以我特地不要把这个Slide 给你们看我讲的其实是对的 一个Step 一个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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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们 所以你们就会明白 诶 我听讲的是对的 还没话是要知道 不是我厉害 是我会看的 OK 有一套方法 OK 所以这里就是走跌 如果它通过这边就是跌 它通过上面就是走到192 OK 好 这个就是Stock plastic 然后这里 我跟大家宣传一下 好 基本上我们也有一个叫做 股票高级班 OK 在这里 股票高级班 不需要缓那个所谓的你的Dream 只缓入本费 什么叫入本费 缓一次的 众生 股票高级 OK 看一下 大家有看到 股票高级跌了 Dollar涨了 Bond还是跌了涨 股票是什么样的 那你上面钱要购买 还有 评估油市 还是熊市 都不算 都会讲 评估市场周期 你们看到周期 对不对 要去哪里拿些资料 要怎么赌 会跟你们讲 好 讲完了 这是趋势 我们知道说第一个趋势是非常重要 当然如果你不要做这个对方可以 你可以继续来训练 可是平的 我跟你讲是有限的 越对方 因为我们有一个程度 一个程度不同 这个我们是算是 哈利算是重金 这边算是重金 重金我都不重金 只说你高级钱 OK 这个都本费 这么简单 另外40%的成功率 来自你了解 根换股市的行情 今天你知道趋势了 中央 已经是这个50% 你还有另外的50% 要怎么赢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股票 不能赢 所以大家知道的话 第一个东西你需要了解的 就是这些股票 看起来有很多 不用紧 不用紧 什么ROI 金资产 BES 这些全部是旧的东西 你东西外面随时 你可以买得到 不需要再三个 OK 这个都买得到 然后这个东西你问我 多地设计会交吗 会 会交 OK 当然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会有分析的 就是simple data 就是简单 分析码 经验 然后还有 这个所谓的超级相 这个超级相 交易系统 我们就Variable Trading System 我会讲 什么叫做Variable Trading System Variable Trading System Variable Trading System 基本上是帮你找出这个股票 能够值多少钱 在Sumple 这个股票现在是值10块钱 市场外有5块 偏低50% 我们找得出来 第二 SRI SRI基本上可以让你知道 这个公司可以被投资的 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去场 等一下会给你分析一些 应该是用这种方法 系统你们做的10% 就是这个其中一个 OK 来到这里 我的书里面 基本上这个颜色我讲 然后再说一遍 可是不要提供的 我们会拿好开分析 谁是市场的玩家 你一定要懂 第一 市场的玩家是个人投资者 我们每个人都叫个人投资者 第二 叫做并不交易者 什么叫并不交易者 就是insider trader 第三个叫做投机者 就是speculator 现在我们都在做这个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到Stage 4了 股市的Stage 4 还没有到追稿 我们都在做一个 speculation 的转捉 speculation 可以让你做多少 差不多 1.5%到50% 差不多是这样 这样子 不同 OK 来到这里 内部交易者 通常这种情况下 他们自己都是 三四股市的内部 就是说他们是所谓的 董事 然后我要知道 这个董事长 他们有在mineau 还是在mineau 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有什么方法知道 有 有 美国有mineau 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方法 OK 然后他们买的 卖的量非常大 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 的东西 大家也知道 首先要收集 第二个 个人投资者 只要我们投资数额 是少过100万 基本上就是叫做 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基本上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都是要注重 我们的capital transaction 就今天我买1块 我要再3块卖 就是增长 第二就是dividend lease 等下我都要转这两个东西 所以等下给你分析一些股票 我也有机会给你转这些股票 OK 投机者 我把它称为一声black road 什么是black road black road基本上他们是准备嘛 都是speculator 他们自己都走很快的 他们货力就走了 OK 然后你如果要知道他们是谁的话 这是其中一个example 你拿一个300多块 就换一张美金 100块 那你看一下这个下面 还有谁的这个字 这一个字就是speculator 好 OK 来到这里 潘湖都是 美国马来西亚跟西亚国 先跟大家讲多一点马来西亚的 好不好 因为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 OK 新加坡也会跟你分析一点 所以来到这里 大家都还注意到 最近有一个叫做master situation 就是这个Kazana 说什么东西啊 他说 我要放六十亿啊 来拯救这个所谓的巴寒 然后讲到这个时候 我的朋友就来跟我讲 诶Tony啊 现在是2毛0.25 然后他想 诶我跟你讲 他要拯救的时候 他讲他要买过来是2毛7 27 所以他说 我可以不可以买的这个股票 我放住 然后我等他收购 对啊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说 因为我刚才讲 你要不要学多一招 他说你要 我给你多一个battle 更好玩 你就买了0.25 你把你价钱调0.280 你的sell啊 你的sell的价钱 直接set在那边 0.280 然后go today 就是等到每个月等 一直每天都Q就对了 你哪里知道 一不小心 Kazana在买0.27的时候 过购票的时候 买到2.25 的话 你不是多赚你点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嘛 可是如果他没有到0.25 看你跌2.70 可以给收回去 Provider Kazana讲的 他死刑 他应该会死刑 为什么 报纸的那么大 不是我讲 好 来到这里 他已经裁员6000个人 30% 然后这所谓的CEO 会留下来到0.10 他讲 为什么 我都懂 FA17 FA37 都发生这种事情 太好意思留下来 我不懂他会不会留了 我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是 他融资下去 投资是61 这个61 他下去啊 告诉你啊 很多人不爽 因为这个CEO是谁的CEO 大家CEO Kazana就是国产 我们的CEO EBFCEO OK 所以很多人不爽 他就知道说 人家会不爽 正比先进步上 只是投资 以后要不回来 大家有解哦 OK 注意啊 这边 讲到这边 这个是报纸写的 我会教你们 那个时候我讲 会给你们讲什么 你看啊 网纸都能写什么 CEO 0099 他说什么 马韩这些被裁员的人 他们如果不想留在马韩 以后啊 把他再重铸 我不想留在马韩 他会说 他们去这个CEO 的地方去上课 我想问大家 你们去上计划 去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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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吗 便宜吗 我可以 几十千人 一个Servant 所以他来CEO 上的同样还是要把钱 像我们当前讲 CEO 会不会赚钱 肯定会 他minimum 会高达多少个人 他说 2000个 就业机会 可以麻烦给工 最少 after trade 六千人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就看了 我就跟大家讲 我就去analyse 这个CEO 都不得 analyse了 我就直接 马上放上去了 放上去了 我就再讲 这个CEO 你们去analyse 不错 当然 我不可以叫你 我可以direct 不好意思吗 不可以 所以我只能够 跟你相互分析的 不错 你可以去看 如果你会的话 你看怎么办 就找到今天 阿南说 会跟他买回去 对第七千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news讲 不是我讲 这star news level 你们就看不到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Mana可以不会有这 Mana 如果我们是用 SRIWDS的报告 算出来的话 第一 ROE-41.50 什么意思 management 最少要45% 才算可得 还要positive 这是-41.50 为什么会这样 management有问题 management有问题 第二 平易减2块6保释 今天给他一块 没错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 DPS也是减8块7 VDS1 2块4保2 VDS3 什么叫VDS123 OK VDS3 2 4